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连绵起伏的雪山 形成大约两万五千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 红一 红二 红四方面军 在甘肃惠宁会时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为了纪念那段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 从本周开始 军情时间到将会推出三集系列节目 漫漫长征路 1933年的9月 蒋介石当时出动了一百万的兵力 二百多架飞机对我党的各个革命根据地 发起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围剿 也就是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的重点是位于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集中了五十万的兵力 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作战 企图要彻底的消灭红军 在这严峻的局势面前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 导致红军接连势力 大家看看啊 在这个地图上 红色区域是1932年到33年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可以看出分布很广 而到了1934年 红色区域急剧缩小 到长征之前 苏区革命根据地就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中央红军在内线作战打破敌军的围剿已经十分困难 其实啊 自1934年5月起 当时的临时中央就提出了战略转移的意向 可是却一直举期不定 同年的10月有一份重要情报传来 促使红军下定决心马上进行全军转移 原来呢 1934年10月 蒋介石到了庐山召开了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 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围剿无论是规模还是具体的实施步骤 都是空前绝后的 是称铁桶合围 又称铁桶围剿 什么是铁桶围剿呢 这个铁桶围剿啊 是由法西斯德国的军事顾问提出来的 计划由国民党50万的大军 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瑞金 余都 惠昌 新国来实行统一时间的合龙包围 各部队啊向瑞金中心每推进0.5公里 然后步一重铁丝网 每五公里呢再注意到碉堡线 计划每个月向目标纵深推进25公里 半年之后直逼宏都瑞金 到那个时候瑞金的四周将会竖起300重的铁丝网 30重的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 如果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实现 那中央红军将会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然而1934年的10月10号 中央红军主力以及后方机关一共是8万6千多人 连夜撤离中央苏区 使得蒋介石这个精心策划的铁桶围剿 还没有具体实施就落了空 那么是谁获取并传递了这份绝密情报 使中央红军得以划线为意呢 这是位于福建省连城县蓬口镇文帝村的项羽年幕 项羽年曾是中共特科队员 当年将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的绝密情报 及时送达党中央的正是他 后来人们知道他也大多是通过电影《英雄无语》 而这部电影的编剧正是项羽年的孙女项小敏 我的祖父吧 年轻的时候他还跟那个蝴蝶这些人都来吧 就出入的那些场合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有在上海全都有公开的 就是公开对外的身份 有车行什么药行 什么就这些东西 项羽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开始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是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重要成员 1934年4月 第五次反美角战役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 广昌失守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陡然洞开 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 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蒋介石的下一步究竟打算怎样布阵呢 经过仔细研究 中央军委决定找一个叫莫雄的人帮忙 莫雄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 也有人叫他五色将军 因为红黄蓝白黑 条条道道上都有他的好友 他在北伐战争中 骁勇善战屡见其功 对蒋介石曾有救命之恩 但自从412反革命政变之后 莫雄对蒋介石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改变 决心靠拢共产党 当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加入的请求时 李克农托卢智英转告他 莫大哥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威望 现在留在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更有利 于是莫雄接受了蒋介石委任 担任江西德安司令部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 他这个职务并不是特别高 但他这个位置特别的关键 就这个位置他不会轻易给一个不信任的人 出于对莫雄的充分信任 蒋介石的两张委任状里都没有具体内容 新成立的司令部人员完全由莫雄自己招收 自己任命 趁此机会 中共上海特科随即委派了卢智英 项羽年 刘雅霍等多名地下党员 在莫雄身边工作并担任要职 第五次晚围剿前 蒋介石在卢山召开会议 莫雄获得了蒋介石的铁统计划 要步步警围红军 当莫雄带着这份绝密文件 从卢山开会回了以后 心情错综复杂 如果卢山会议的战略部署实施成功 共产党人这一次将再劫难逃 但莫雄心里也清楚 一旦泄露这一计划 可能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将这批文件送到了共产党人的手里 通过莫雄参加蒋介石卢山 铁统和北计划 这个会议回来以后 把将近两公斤的秘密资料 交给了我们地下岛 地下岛后面把这个绝密请报 写密写在一部词典里面 向羽年带着这本藏着绝密文件的学生词典 火速赶往中央苏区 从德安到瑞金 中间要经过永修 新建 南昌 丰城 崇仁 乐安 宁都 石城 八个县市 几乎纵贯大半个江西 而且向羽年要靠自己的两条腿 在几天之内走完近两千里的山路 还不能快走 因为敌人对那些急匆匆赶路的人 会首先产生怀疑 他不能利用任何的交通工具 而且白天都不走 他都是在夜里走 所以是文艺为什么全都撕烂了 到接近瑞金的时候呢 就烧起来就变得特别严 每一个人进去的都得要收声 都得要查 当时向羽年的公开身份是 江西德安干北保安夫司令 一旦被关卡的哨兵认出来怎么办呢 那么这时候呢 他忍痛找了个砖头 把自己的文雅敲破 自己呢 这个满口鲜血 在向羽年赶往锐金的路上 中央苏区通过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电报 已经捕获了蒋介石 即将实施铁桶计划的情报 而向羽年的出现 让周恩来等人意识到情况危急 因为两份情报的内容完全一致 接到这个情报 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促使中国军委下决心立刻走 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就合围了 回首当年 向羽年跋涉六天 穿过重重的封锁 将情报送往苏区 这六天也许可以看作 是他个人提前出发的长征 他送来的绝密情报 促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决定立刻撤离江西根据地瑞金 1934年10月10号晚上 8万6千名红军 赶在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 具体实施之前 撤离了江西根据地 踏上了震撼世界的漫漫征程 16号中央红军各部队 在江西的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余都河也成为了红军要跨过的 第一条大河 这条河并不算秀美 也不算壮阔 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 却有着其他江河不可取代的地位 1934年10月 在余都河30公里长的河岸上 红军开辟了八个渡口 8万6千名红军 仅用了四天时间 便全部地渡过了余都河 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领导同志 这对于当时红军的渡江条件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当时的敌人却毫不知情 这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这是余都的几座老房子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这几座老房子的门板和门框都不配套 这就是当年为了帮助红军 余都的老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 搭在船上架起了浮桥 渔民们也划来自家的小船 整夜地帮红军百度过河 在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 陈列着这样的一艘渔船和几只竹膏 这就是当年余都船公李生人 为红武军团百度的时候 所使用的食物 当时他和其他的二十多位渔民 连夜地在鲤鱼和石围两个渡口 为红武军团百度 这样的小船一次只能坐下七八个人 李生人一夜需要往返十几趟 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里 还有这样的一双草鞋 这双草鞋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它不是用稻草做的 而是用黄麻编织而成的 做工细致 用材烤鞠 鞋尖处还有一对绣球 那么这双别致的草鞋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双草鞋是我们余都级的老红军 谢志坚捐赠的 在1934年10月份 谢志坚就随着中央红军主力 出发转移了 那他当时他的未婚妻春秋姑娘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连夜赶编出来了这样一双草鞋 但是心上人的草鞋 谢志坚随部队渡过余都河 血沾湘江 四渡赤水 强渡金沙江 打了一个又一个恶仗 九死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 谢志坚回到老家 得到的却是春秋离世的消息 多年后 谢志坚去世前编织了这双草鞋 系上了绣球 纪念那段烽火岁月最美好的回忆 他对他们当后那个历史 他是比较留恋 忘不了那段历史呀 那段经历呀 谢志坚有幸重新回到了余都 但是他的很多战友却再也没能回到这片故土 余都老县城这栋百年客家围屋 是当年红军的驻地之一 屋子里的主人萧文董 跟随红军渡过余都河 留下的是刚过门的妻子刘淑芬 和未出世的孩子 萧文董走后 妻子刘淑芬肚子里的孩子意外流产 从那时起 每年离别的那个日子 他都会来到渡口的榕树下 点燃一对乡竹 祈祷丈夫早点归来 年复一年 杳无音信 直到1953年 他等来的是一张烈士家属光荣牌 就想去他丈夫的时候 他就跑到那个藏山第一度去 这是真正的事情 我都看到好可怜 真的 他在那个斗地啊 在那个相机叫他 我叫婆婆你去哪里 他叫他 我去找个姑姑姑姑姑啊 他叫你去找她丈夫啊 我姑姑 写了五十多年块 也够够也够 也够三百年 走饭啊 有什么走去就走啊 出去走出去吃 当年渝都河畔的宋别 尽成永别 刘淑芬没有赶嫁 思念丈夫时就到渡口祭拜 直到1996年去世 渝都河畔的荣树下留下了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据统计当年跟随红军跨过渝都河的一万七千名渝都子弟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只剩下二百七十七人 渡过渝都河以后 很多红军就再也没能回来 过了渝都河之后 中央红军主力接连突破了国民党构筑的固坡城口和宜张渡口三道封锁线 进入了湖南地区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 在湘江 黎江投入了十六个师 七十七个团 将近三十万人 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 企图歼灭红军于湘黎凉水以东地区 1934年的11月27号到12月1号 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地区 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展开殊死战斗 事成湘江战役 当时红武军团担任红军渡江的总后卫 掩护大部队过江 而红武军团的三十四师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 最后弹尽粮绝 全军覆灭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的烈士陵园 这里的无名烈士碑上刻着三行碑文 第一句是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第二句是 为掩护党中央中阁军委和主力红军 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 红三十四师六千敏西红军将士 永垂不朽 第三行字在历面上写着 遵红三十四师幸存者韩伟将军遗愿尽力 鞠躬 2009年 湘江战役发生后的75年 韩晶晶遵从父亲韩伟的遗愿立下了这座无名烈士碑 韩晶晶的父亲韩伟 时任红三十四师 邀灵灵团团长 湘江战役是这位开国将军心中永远的痛 韩晶晶夫妇每年都会从北京赶来 替自己的父亲韩伟 看一看长眠于湘江之盼的 中国工农红军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六千敏西子弟 1934年11月27日 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阻击敌人 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红三十四师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战斗的磨练 所以中央各经委把这个任务交给红三十四师 27日湘江战役打响 八万红军对阵将近四十万敌人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惨烈 负责阻击的红军部队急速检员 如果当时我们很轻张 中央红军队迅走过江的话 实际上大概三天之内能过完 湘江战役就不至于打得这么惨 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的总后卫 面对敌人四个师的兵力 在冠阳县一带阻击了五个昼夜 12月1日凌晨5点 在中央红队过江的关键时期 红三十四师接到了中阁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 电文说在这种情况下 应最坚决的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原址 所以三十四师当时就接到电报 命令他们过江的时候 他们离江边还有七十里 根本赶不到 而且那时候敌军已经合围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过不去 失去了顾江的机会 六千人的部队锐减之不足六百人 在冠阳县新围乡 这个叫洪水性的山村里 陈树乡师长紧急召集师团干部 争取突围 如若不成 便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进最后一滴血 陈树乡给我父亲下了一个什么命令 说老韩 你带着师的主力 继续往东走 我父亲一听 说师长啊 说这不行 你是师长 红三十四师 只要你还在 这个师的番号他就在 为了给陈树乡突围创造机会 韩伟带领100团 仅剩的一百多名战士 将敌人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我父亲就命令部队 分散突围 他带了几个弹幕 他们几个人 最后就从山岸上跳下去 与韩伟分别后 陈树乡一路突围 却不幸再次被敌人包围 重伤被俘的陈树乡 趁敌不备 徒手从腹部受伤处 拉出自己的肠子咬断 走完了他光辉 而短暂的一生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挂在了湖南长沙城门上 消水河畔 陈树乡烈士长眠于此 当年老百姓冒死把陈树乡市长的尸骨埋葬在这里 2013年 韩晶晶终于找到了这里 并重修墓碑 从此陈树乡墓 就成了他每年清明 必须败继的地方 大爹爹 我又来看你了 我是韩伟的儿子 我们作为军人呢 就是要像我们的红军先辈们那样学习 断肠明治 舍身取义 宁死不屈 韩伟跳崖后 幸运地活了下来 成为红三十四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韩伟将军去世之后 儿子韩晶晶把父亲的骨灰放到了 红三十四师最初的祖建之地 福建龙岩 将韩伟将军和他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 葬在了一起 这也是韩将军的医院 1934年12月 湘江战役之后 红军渡过湘江 虽然已经极度疲乏 但是并没有喘息片刻 便开始了急醒军 转兵贵州 这是红军 抢渡乌江战斗遗址纪念碑 它位于贵州省前南州汪安县的江界河村 纪念碑后面啊 就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河乌江 如今的乌江风景秀丽 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是在当年 乌江两岸都是高耸的悬崖绝壁 而且水流很快 河底还有很多的明暗的礁石 1935年1月1号 红衣军团到达了这里 立即到附近的村庄里调查 发现村子里啊 不仅没有船 就连像样的木板都没有 前面是湍急的河水 对岸是虎视眈眈的敌军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红衣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 杨德志发现 乌江河畔生长着茂密的竹林 他集中生智 决定用麻绳和铁丝来扎竹牌 做成浮桥来渡河 经过了工兵们三天的奋战 到了第三日的浮桥 乌江浮桥终于驾成了 那时值寒冬腊月啊 战士们的衣服都被冰冷的江水浸透了 他们冒着严寒和敌军 逆极的火力进行强渡 浴血奋战整整两天 两天之后 中央红军终于渡过了乌江天险 毛泽东在走过浮桥之后 忍不住赞叹 真了不起 我们工兵就地取材 用竹牌架成这样的桥 世界上都没有 1月6号 红衣军团在成功抢渡乌江之后 立即和红六军团会合 化妆成国民党士兵 顺利地潜入尊义城 仅用了一夜时间 便完全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位尊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可以说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命运 下期呢 我们就将会从尊义会议说起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